说起迪丽热巴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作为今年来娱乐圈中的人气女星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和精湛的演技 来自新疆少数民族的她 模样非常的精致 饱满的额头 加上高耸的鼻梁 让她看起来别有一番魅力 让人越看越喜欢 最重要的是她的性格非常的圈粉 是一个特别努力的女孩 短短几年内她便吸引很多粉丝的喜欢 迪丽热巴可以说是实力与颜值并存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的作品 比如克拉恋人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漂亮的李慧珍等等 也是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喜爱 一直以来迪丽热巴在出道之路也是非常顺利的 她也是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她刚出道 不久就被杨米迁约进了自己的公司 成为了其中最受宠的艺人 从那之后迪丽热巴就开始逐渐取得了不少好资源 如今已经成为了圈中最火的一位女演员 也被誉为新一代的当红花旦 而在前段时间一步 你是我的荣耀更是让迪丽热巴名声大噪 自从开播以来 舒适和口碑都是很不错的 剧情非常精彩 而且杨阳和迪丽热巴也是很有CP感的 可以说是内于CP天花板 不仅如此她还参加过不少的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的她 活泼可爱的性格也是深受观众的喜欢 而拥有多位称号的迪丽热巴 也会有普通人同样的烦恼被催婚 曾说自己每天都要承受来自妈妈的催婚 妈妈总是担心自己过了三十就嫁不出去了 这怎么会难倒机制的热巴呢 她用一句开玩笑 迪丽热巴怎么可能没人要呢 巧妙地化解了这个问题 简直堪称崔昏明场面教学了 还有一次迪丽热巴和月云鹏 雷佳音一起参加一档综艺节目 当大家都进入闲聊模式 气氛也慢慢热络起来 每个人都磕上瓜子聊起天 月云鹏就询问热巴的年龄 当热巴回应是92年时 在听到迪丽热巴的年龄之后 月云鹏开口说 27岁该结婚了 不小了 再不嫁就老了 月云鹏的回答让迪丽热巴顿时 哑口无言 这样的一番言论笑翻众人 并且还表示 自己老婆24岁生的孩子 突然被催结婚 迪丽热巴也是愣了一下 而这时在一旁的雷家英 补刀说月云鹏 这是老农村人思想 月云鹏听到雷家英 这么说自己 也是脸都气绿了 做出了他经典的剑表情 不过这当然是他们开的小玩笑了 其实结婚这件事对于很多的农村人来讲 本就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不过对于明星来说 晚婚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正在上升期的女艺人来说 如今的迪丽热巴 无论是出演什么样的节目 都把自己美好的一面展示给观众 她独特的演技赢得了所有观众们的认可 能有今天如此的成就 能在娱乐圈大红大紫 除了她的长相出众之外 更离不开她的努力 事业突出的她在现实生活中为人也特别和善 在众多场合都显得温柔低调 不喜欢与别争C位 而是默默地把重要的位置 或者中间的位置让给别人 不管何时何地 都能与身边的人很好的相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